花蓮市线上巡逻远警 日前在执行巡逻勤务时 发现有名电动车的骑士不理会号制 红灯的时候违规右转 警方立即上前拦查 眼见黄信骑士神情慌张 警方询问之后呢 意外在他包包里头发现了 安非他命毒品还有两只枕头 当场招警方医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一送法办 警车经过路口停等红灯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 在同乡的电动车骑士 却不理会号制 红灯违规右转 警方立刻鸣笛上前拦查 眼见56岁的黄信骑士神情紧张 经过询问后 警方意外在他的包包内 发现毒品安非他命 这什么东西 你打开给我看的啊 111年11月5日 广见九十序 本所巡逻经历 巡经中美路师 见一辆电动自行车 驾驶红灯右转 所以巡选难查 驾驶与盘查过程中 明显神色慌张 却故作镇定 警方查看其随身背包时 遭警方查获 安非他命剂针头 全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一请正办 黄信男子不仅持有毒品 还无视交通安全 新春侥幸 最后还是栽在警方手中 当场遭警方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花莲地监署正办 记者徐立琴 华联系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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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警方可 לא� 文章 som我也必须